你心中一定在问我说 我们国内也有航空公司啊 对哦 要讲中国相关的航空公司之前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禁榜 它是被列为最什么的呢 淑芳姐 台湾的一个所谓的航空公司 就是中华航空陆榜了 什么陆榜呢 如果呢 你是一个最喜欢用听觉来去感受的人 那你叫做我们的中华航空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最呲的 他为什么说他是最呲的 我做过华航好几次啊 空姐其实很有礼貌 没有听来听去的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网友上面他的一个报道 所以他的部分里面 我们知道有时候呢 中国的口音是很大的 很强烈的 尤其是在地方性相应的时候 可是如果跟我们台湾呢 的一个国语相比呢 他会听起来 我们台湾的国语上面来讲话 是比较听的 比较温柔 对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台湾话 其实有很多声 我们一般而言只有四声嘛 台湾话其实大家好像听起来 是会有八个声音 请问你要吃什么呢 咖啡还是红柴呢 对 所以他就听起来比较呲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 他是模仿什么 模仿林志玲 我们说一般人上飞机 有时候喜欢就闭着眼睛睡觉 所以喜欢听觉 我刚刚就讲听觉啊 你就会觉得有个很甜美 很呲的声音在旁边 你就感受到什么 偶像剧的在线 因为眼睛是闭着的嘛 所以就会感觉到 这是男乘客的福利 那女性的乘客呢 你可以去想象 你是在一个偶像剧里面 林志玲来服务一下 对 林志玲在服务你了 那跟林志玲合作的一个对象 大家就知道都是俊男嘛 所以就会感受到 在偶像剧里面的一个享受 那这个是我们台湾的 中华航空公司里面的路榜 最佳的 仿林志玲的一个待遇 那第二个部分里面 我们就开始来讲的话 叫做中国的航空公司 那如果你有被虐狂 你就要记住我说的这个部分 叫做中国航空公司 我们的节目对象看得到 如果说你有被虐狂的话 你中国航空公司里面 不是我讲的 他们告诉你说 它是最大牌的航空公司 大牌 因为它为什么大牌呢 因为它拥有的航线 跟航班上面是最多的 因为它已经忙到 它会对你任何的要求 都充耳不闻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中国大陆最大的航空公司 中国航空公司就是它 它等同于我们台湾的 华航最大的航空公司 听说那个在中国大陆 要考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当空姐 都是万中之选 怎么官二代 富二代才进得去 而且一定是漂亮 其实中国航空公司里面来讲话 它没有讲它漂亮 其实它是真的是 最漂亮的航空公司 因为它的label上面要很高 那也因为如此 跟他讲说都是有钱人的小孩才进去的嘛 你想想看它怎么会服务你呢 然后另外一部分又是国营的企业 国营的企业上面 我是领铁饭碗的 我管你 他就说你 跟他讲说 小姐小姐我要干嘛干嘛 我没听到啦 就从耳不闻 不然就说你要干嘛 那脸是一个扑克脸来喂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如果你被虐 因为我们坐飞机都喜欢很清散的一个服务嘛 很好的一个服务 那在这种情况之中 如果说你有被虐狂的话 那你就选择中国航空公司 空姐空姐 我有事 您做啥 吃啥 这样子 对 你要干嘛 你要干啥 就是这个样子 它不大理你的 那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说 最骄傲的航空公司 叫做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为什么说它是最骄傲的呢 那我们现在听清楚了 其实它叫傲娇啦 对 就最骄傲的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会要叫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可是如果你有点钱 你刚刚就谈到你是富二代 你是官二代的 那这个航空公司可以多做几次 那看上了某个空中小姐呢 你也可以多去追几次 因为据统计起来呢 这个所谓的东方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呢 他嫁给富豪 他是比例最高的 那为什么会比例最高呢 因为呢 他据统计下来 他们的空中小姐呢 第一个 他们大陆称之为锥子脸 我们台湾称之为瓜子脸 比例最高 第二个 他的皮肤特别白 那第三个 脖子的比例特别好 长 挑过的嘛 对 他是挑过的 那为什么说最骄傲 脖子长看起来当然骄傲啦 然后脖子拉得长长的 你会不会觉得 他看起来比较骄傲 也就是说 他的一个所谓的特色上面来讲 你看他们笑的 好腼腆喔 一点都不开心 这三位空中小姐 因为他们采取到就冷落冰霜 美女嘛 总是要看起来有点距离 才会有所谓的美女的感觉 所以你看 最傲娇空姐 那个娇 其实傲归傲 但是还有一点娇滴滴的 那个病传的啦 对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富二代 你要想到优生许 要那个生个漂亮的小宝宝 一定要记住 东方航空公司要去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看来讲话 是叫做最接地气的 那什么叫最接地气 听都听不懂 看也看不懂 我告诉大家 地 天就是台的高高的骄傲嘛 地 头低的 低低的 那就是最和气的 最和气 最亲善的 叫做中国南方航空 那他们这个部分 他们走的是 不花俏 我就是要实用 那什么叫实用 对乘客而言 就是虚航温暖 最实用嘛 他会不定时的来问你说 要不要一杯水啊 你的位置上面 调的空间好不好啊 空间够不够 椅子的倾斜度够不够啊 你的看报纸 你看书 你的光线够不够 他就会不断不断的 来虚航温暖 所以他的细致度里面 来讲话 是掌握的最好 我们说最接地气 就是亲和力最高的 那再过来呢 我们要开始记住了 所有的航空公司 其实呢 厂里面上面的服务 上面来讲话都差不多 但是呢 整个一个四川的航空 它是最特殊的 为什么呢 你喜不喜欢吃辣 喜欢吃辣的话 一定要做四川航空 你在航空公司吃的东西 没有看过吃辣的吗 没有吧 没有 顶多咖喱 对不对 咖喱面啊 咖喱饭 我告诉大家 四川航空公司 你喜欢吃辣的 一定要做 为什么呢 淡淡面也有 再过来回锅肉 你知道回锅肉是什么呢 辣椒炒肥肉 叫回锅肉 再过来呢 叫做什么 泡椒凤爪 就鸡爪用那个泡椒做 然后再给你 你的辣椒酱 我让你攜带上来 所以四川航空公司的餐点 都是辣的 对 它主张就辣 就是麻辣 就是我够呛 那我就是最特殊 喜欢吃辣的 尽量来做我四川航空公司 哪有厉害 你要跟我们最女汉子的 叫新疆航空比的话 逊色多了 新疆航空 新疆航空 因为新疆航空 每一个 说地方非地方的 至少都要四个小时 而且它在高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后 它的体力一定要好 它最有名的一个事件 是在2012年 你知道吗 他们的那个空中小姐 拿餐车哦 砰一声 去对抗那个 六个磁械的一个 要夹齿飞机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歹徒哦 这是女豪旗啊 所以他说最女汉子的 就是新疆航空 他应该赢过以色列吧 那如果你太娇小 太虚弱的话 你做坏事 就不要上这个航空公司 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一个 你年不年轻 你年轻 你喜不喜欢萌 你喜欢 记住这个航空公司 叫做春秋航空 为什么说叫大家记住呢 第一件事情 它是廉价的 它不贵 它很便宜 但是呢 大家现在知道嘛 很喜欢玩电玩的时候 知道什么叫cosplay 对不对 叫角色扮演 它这里面的一个空姐呢 最会角色扮演 所以最萌的航空 空姐是春秋航空 对 一定要记住哦 春秋航空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航空公司 宅男特别爱 它不管是你喜欢 时尚美女 或是你喜欢制服美女 或是你喜欢休闲美女 它全部都有 而且它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每一个呢 都是走的很萌的一个路线 对 就是角色扮演路线 就是你在整个一个 大家在电玩里面会看到的事情呢 都会在这边一面产生 所以你点餐点 它就两个眼睛水汪汪的盯着你看这样 好 马上来赢你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 整个 而且它是廉价航空的 我说宅男最喜欢一定要记住这个 那最后一个就是叫最美的笑容 它叫海南航空 那你如果喜欢五星级的享受 这个航空一定要记住 它就是走五星级的路线 你一进去深深举一个功 欢迎光临 类似了 它不是讲欢迎光临 它讲这个 然后一再过来呢 进来就是它会知道你的需求 你今天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 是你生日 大家就给你唱个歌 是不是你要求婚 大家就给你祝福 所以它说幸福与感动 它就是海南航空里面 追求的最极致的追求境地 好厉害啊 我终于知道 透过这个12多家的航空公司的空姐 专家这么一论述 终于知道 为什么最近的廉价航空 因为空姐太萌了 生意才会这么好 但是呢 蒙归蒙 妹归妹 灾难 你还是得跑 于哥啊 人工智慧是现在最厉害的 怎么会有人说五年之内会引爆灾难 来这句话最主要是从特斯拉总裁 这个马斯克先生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重点 他说 类似像魔鬼终结者的这个剧情 其实不远了 在五年之内最快之内就有可能呈现 甚至有的电影叫AI 有个电影 好莱坞电影叫AI 人工智慧 AI 人工智慧 我有看 对 那里面就是所谓的一个人工智慧 发生到极致的时候 一个人形机器人 他会发展自己的思想 也就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对不对 万一科技凌驾人性 或科技取代人性怎么办 那个机器人都已经有个性了 会生气了 而且我告诉大家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各位不要去 不要去觉得说 这好像是电影一样 好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10年前 IBM有个超级电脑 叫这个赞篮 叫Deep Blue 对不对 记不记得 他跟那个西洋器高手去下 下棋有没有 其实他已经具备某些 所谓的人工智慧的 他会思考 他会模拟 那这个其实来讲的话 马斯克强调 他说绝对不是狼来了 因为包含了自动驾驶 都是跟这个所谓人工智慧 有关联的 那其实这个所谓这个马斯克 他这个特斯拉部分 最近不是要发展 所谓这个自动车吗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车 无人驾驶飞机 还有他的一个生产线 要用机器人去装配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以现在马斯克 他所提出的警告来讲 的的确确有可能发生 那这个其实在 应该这样讲 就是在各国的国防上面 已经开始实际应用了 天哪 举个例子来讲 各位听过什么精灵炸弹 对 所谓这个叫做什么 实验飞弹 亲届下呢 这个图片上面来讲 美国B1轰炸机 它就已经曾经就有发射 成功发射洛克希德公司 所生产的实验用的叫做什么 叫做实验飞弹 它的实验飞弹怎么样 它发射出去之后呢 它中途就给你切断通讯 切断通讯的一个目的代表说 我们的远端 人类没有办法 结果就用通讯去控制飞弹 没错 可是飞弹本身来它具有自己处理的一个能力 它可以去辨识说之前所锁定的目标 如果锁定目标它自己移动的话呢 它会从海上去选择所要攻击的目标 飞弹自己决定它要炸哪里 不是人来掌控了 它会锁定一个目标 然后它的飞行过程当中 它会去根据当时的经验 以及根据当时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这个地方 哪一个目标最显著 或哪个目标最快 或哪个目标最具威胁 它当时飞弹本身可以自己判断 去直接主动去攻击 如果它判断错怎么办 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 所以美国的 其实这个国会甚至在国安部门 他们也讲说 你未来要发展这种 所谓的这个智慧的这种攻击武器 基本上你要高级将领去许可 因为美国它是很希望说 不要去误伤平民 所以它发展出武器 都具备了这个人工智慧 那另外像英国像挪威 它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灵炸弹 类似像这个它们叫硫磺飞弹 它可以分辨目标物的不同 而且更厉害的就是 刚才我们不是听到吗 这个飞机用验行的 对不对 三五架飞机一起飞 对不对 刚顺姐讲 这个硫磺飞弹会三五个一起出去 然后呢 彼此之间它会沟通讯息 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飞弹出去 对不对 我有领头的一个 后面有两个 呈验行的一个排列的话 可能前面一个领头 后面两个 那假设第一个遇到什么 被敌方的飞弹拦截 对不对 防风飞弹拦截 那后面两个会 自动去做一个沟通之后呢 会分散 去主动去攻击 发出攻击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地方 还是说你本身 要去打的那个目标 A飞弹跟B飞弹讲 这个基地我来炸 你去炸隔壁那个 它可以分辨 天啊我的妈 但是它会把整个目标 会先锁定在里面 但是重要的是说 它可以临时临场 去做一些沟通 这个就是人工智慧 来源最重要 但是我们讲说 五年内之内灾难爆发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 应该这样讲 只要能够控制得住 但是我觉得人工智慧 未来取代部分的 这个所谓 真正的人类的一个思维 我觉得是绝对可以看到的 韦泰啊 刚刚好宇哥这么一说 我一直那个电影的画面 一直浮现 所以以后我们的人类世界 会不会被机器人给掌控 刚刚所提到 不行 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个 这种所谓机器人 甚至我上次也看过 第一部电影是 这个飞机战斗机 战斗机后来 它本来其实是一个 机队里面的一个成员 后来它违抗命令 它自己跑去飞 执行它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后来 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所谓人工智慧 失控的一个情况 我想在未来 确实很有可能会发生 对 它把它咔掉 咔不掉 咔不掉 最主要是 那三架飞机 有一个是自动驾驶的 它这个要抗命 但是抗命的过程里面 真正的情报单位 它要去把它 这个做取消 没有办法取消 人工智慧带来灾难 我罕见的 看到连圣洁蒙点头了 这种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以为 我们可以掌控 所有未来的一切 包括机器人 等到机器人 有了智慧反扑了之后 什么的灾难 都可能会发生 这次已经预言了 余哥这么一说 跟你做一下分享了 希望台北股市 无灾无难 像今天的大涨 但是今天的大涨 能够延续下去吗 明天呢 好 这个人工智慧的危机 可能是五年后的事情 我们先来关心明天就可以了 那今天其实在这个外资 是呈现了一个 大买台股的动作 那么期货跟这个限卧 都同步的一个翻多 所以明天在这个外资的部分 能不能够持续的去进行这个买超 让这个台北股上 跟上整个国际股市的脚步 往上去突破季线 我想是明天最主要观察的重点 那另外讲 在成交量部分 刚刚其实很多专家都提到 目前能不能够持续的 往上做一个走高 或者是攻击越过季线 成交量是很重要 那如果说明天成交量 稍微点亮说 我希望不要小于五日均量 那目前五日均量 大概是在800亿左右 所以最好是能够在800亿以上 那么今天尾盘爆出大量 137亿 那有一些我可不可以观察到的 就是它这尾盘 智慧盘 它成交量超过1万张 以上的这些全资股 包括像是台积电 联电 群创 开发金跟中信金 这些尾报大量的个股 希望在明天不可以说出现 太明显的转弱现象 这样重要的极党指标股 您得要盯着看 好 好